最终我们来看一下物理材质跟IBL的部分 Image Base Lighting的部分 首先我把所有的全部换成物理材质 拉一个进来复制个几个 地面我不换,地面还是用这个Mate的部分 但是轮胎我就会全部把它换成物理材质的部分 好,这一颗好了 Aside to Selection,好,全部换掉 那本体呢也一样,也换成物理材质 好,那铝圈 换这一个,指定过去 然后我们的传动轴 这一个 好,指定过去 好,那现在呢它用的是,我目前现在所使用的是 天空的系统 好,那没关系我们先简单调整一下 物理材质呢它又区分成标准模式跟进阶模式 好,这个面板会变更多东西 但我们这一次呢,只看标准模式里面 然后呢,全部使用资料库 它一样有大量的资料库 所以,第一个材质是本体 那一样,我们打开ActiveShare 让它跑 好,第一个本体呢,我们就选择 一样找到CarPaint,往下拉 蛮下面的 不小心选到 Red Spot CarPaint 一样啊,又是 跑车就是要红色 好 然后轮胎 好,这一颗材质 你看我们从材质库里面往下找 你可以找到Robin 橡皮 可以再调黑一点点 好,所以我有橡皮的轮胎 然后轮框 Double Click它以后 我们再到它的Preset里面去找 轮框 我们用 好,金色好了 Gold Sutting 那轴 就是这个轴 轴就用银色好了 Sever OK,好 那 就会得到 一个 有在太阳光照明底下的一个 跑车的感觉 好 那这个就没有用到 我们把它删掉 好 但是我这一次呢 我不要用这个 Physical Sound and Sky 我要把它换成 用影像作为照明 那这个做法呢 就是用Image Based Lighting 它所用的贴图有限制 一定要用 HDR 一定要用.HDR格式 才能够使用 像这个就不行 这种就是我们叫 基本上叫这种叫LDR 它可以当做反射 但是我们要用的是HDR 好 那HDR有分高解析跟低解析 目前你看到这种1024x512 这都是低解析的 HDR贴图 好 那我把它format去 直接选到指看 HDR HDR好像 它没有一个 直接可以指看HDR 很大 到这里 好 这里我目前这边所有的大小 都不大 有给同学各式超大的 好 这火星表面就不用用了 那个 太干净了 没有什么东西 好 那这边这些都可以 那我现在用这一个 好 那HDR的说明呢 我们上课有讲过 HighDynamic Range Image 它会拥有 最暗部的细微 跟最亮部的细节 那这些图合成起来 才会形成一张HDR 那这张图呢 就可以作为 环境背景 欸 不对 我应该选一张 这样这张 没办法用到一个功能 这个 找那个 有个光线来源的 有个光线来源的 那是什么东西 看不出来 好 先用这张好了 OK OK 好 用这个是要放到 Rendeling Environment 背景 所以通过去 OK 好 那 那 然后现在呢 看起来 照明的亮度不足 好 我们可以再按一下 preview 从这看比较快 我们可以先调这里 这个先关掉 然后 通过调 这个小小的视窗 调到我们要的感觉 OK 好 那它一开始会比较暗 所以呢 嗯 我们可以再借由调整 这个 epositual value呢 去做 修正 好 嗯 当然我们可以再加入 把这个地方按下 Ctrl C 它会变成 物理摄影机 好 那 这样子呢 呈现的效果也会比较正确一点 好 那该有的样子就出现了 好 呃 所以我可以启动 Active Shared 好 好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光线从这里来 好 光线从 呃 看起来是从车子的 等一下这个 这个没有用了 删掉它 好 那个灯没有用 所以现在 呃 太阳要把它删掉才行 太阳才要删掉 然后重新跑 嗯 光线的来源 大约是 这个地方 那如果你想要改变光线的方向 我们要透过 呃 材质丘里面 好 跑这个 呃 呃 呃 好 那我们就可以改变 光的方向 好 现在应该看起来是从 后面过来 好 就是我这一个茶壶的这个方向吧 大概这个方向 这边把它lock住 把lock在 那个physical camera视窗 好 好 所以银色的金色的橡皮 考机身车身 这些我都不去做太大的 呃 调整 好 那在我们的physical camera上面呢 其实有个参数 看我怎么会选到这个底下 好 拉上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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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嗯 大概是我电脑这边滑鼠的设定的问题 我很难只选到 摄影机 好 所以我得用 没有出来 场景中都没东西 嗯 好 那这样可以选到了 所以选到摄影机 好 那摄影机这边看一下呢 基本上呢 呃 它到目标的距离是4公尺多 好 那光线方向这边 那然后你可以看到 好 摄影机这里的设定呢 是它是几厘米的 呃 应该说它的底片 好 它是35厘米的相机 就是所谓的全幅 好 全幅就是那个 Canon 5D 啊 啊 Nicone D1 然后啊 1D 好 啊 那个Sony的A7 或者是 A77是不是 不记得 好 还是有一台那个 傻瓜型的 不能换镜头的 R1 R10 好 反正全幅相机 我们所指的 现在所谓的全幅相机 指的这个 另外呢 有所谓的APS-C 又分成 Canon一个格式 跟Nicone Sony 等其他家的 好 那另外还有APS-H 那还有四分之三 呃 四三系统的 就是 Olympus 呃 Panasonic 呃 Panasonic的对应的是 萊卡 它帮它生产的 这些 呃 呃 那焦段的计算 这个我玩 戴相机的就知道 就是 如果你在全幅是 呃 100厘米的 镜头 那在APS-C 乘1.5倍 乘 再四分之三 乘2倍 所以 呃 呃 这个是大概 基本知道就好 这个是如果你的 镜头型是什么 但我们一般来讲 都以 呃 全幅 就底片机 底片机来看 其实底片机 当然还有其他形式 哈书啊 这一种的 更大的底片 120底片的 那个是另一件事情 好 那底下呢 就是它的 呃 呃 那个 光圈的叶片 这会影响到 呃 光斑或者是 呃 心芒的效果 那在这边 我们可以起到一个叫做 呃 呃 警深的功能 啊 警深的功能 然后 警深的 警深 然后我们可以去 克定一下 强弱 好 但我现在应该不需要 特别动它 因为我们现在的物件 可能看不太出警深的位置 我现在的 底片是这个 我的镜头是47 警深要比较明显一点 必须大概是70的 比较像望远镜头的结构 然后 就所谓的人像性 人像镜 70135这一种 但是看起来好像还是 呃 不是很明显 好 没关系 好 那现在我们是用image based lighting 呢 所以其实那个光线 是比较均匀的 是比较均匀的 还是没有办法打出很强的光线 所以其实呢 如果你要有 啊 真正模拟那个光呢 我们还是得人工打一个 看你要用some position 啊 跟它对应位置 还是我们自己打一个 因为其实大概可以猜测灯 从什么角度过来 就是free light target light 好 还是给人工去模拟一盏灯 模拟灯的来源方向 然后用这盏灯呢 去做出更明显的影子 Area shadow 速度很慢 Area shadow速度很慢 可是它会比较 光线的效果会比较真实 然后光的亮度 以现在的天空 它的色温大概在 5000K左右 大概6500K才对应这个颜色 就是还蛮白的 嗯 那衰减看要不要射 那但是我们就是可以 基本上可以用这个来做出一个 位置可能还要再调整 它现在 它在后面一点点 刚刚光线出它的那个亮点出现在 现在在这 所以它还要在后面 然后灯的形式可能要把它再换成 就是它长相 就不要点 我们用disk 好 又来了 ActiveShare的不太支援 OK 那 基本上 今天到这个部分 好 就是物理材质 然后Mate 这块Mate 现在应该地板够大 OK 好 所以可以跟背景融合 然后我采用了高解析的HDR贴图 好 好 那至于 亮度呢 你可以透过这里的EV做调整 好 那其实这里还可以再做一次白平衡 就是灯光的颜色和这个的颜色 我们还可以用似后的白平衡校正 好 就是不管现在是一 我认为它白平衡色 我如果把白平衡色这个 其实它应该会有点问题 就是 好 这里会有错误去 会偏蓝 你如果白平衡色错的时候 就是明明是 色温高 但是你把它白平衡色低 它就会变蓝 好 就是 应该说是 如果你有在玩相机 就知道我的意思 好 OK 那我们这一段到这个地方